用手说话 今天下午,小豆豆在自由之球车站的检票口 看到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在比比画画地说话 他们看上去都比小豆豆大一点 远看就像是在玩猜拳游戏似的 但仔细看看的话,就发现 他们比画的手势可比猜拳游戏的茧子、石头、布丰富多了 有好多种样子 小豆豆觉得好有趣,赶紧往前靠一靠 仔细地看着 三个人虽然像是在说话,却不出声音 一个人用手比划出各种形状 另一个人看着他的手势,立刻又做出不同样子的手势 第三个人也稍微比划了几下 突然,他们好像觉得非常有趣似的 发出了一点声音,接着大笑起来 小豆豆看了一会儿,明白了他们是在用手说话 不禁非常羡慕 要是我也能用手说话就好了 不过,小豆豆虽然很想加入他们的谈话 却不会用手势表示,算我一个行吗 而且,人家又不是八学员的学生 要是冒冒失失地过去搭话,怪没礼貌的 小豆豆默默地看着那三个孩子 直到他们上了东横县的乐台 小豆豆在心里决定 有一天,一定要我也学会用手说话 当时,小豆豆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耳朵听不见的人 他也不知道,就在他每天乘坐的大井丁县的终点 大井丁,就有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聋哑学校 那几个孩子大概就是那里的学生 可是,那几个孩子看着对方做手势的时候 眼睛里都洋溢着光彩 小豆豆觉得那样子美丽极了 他期待着能有一天会和他们成为朋友